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经期之前会觉得胸口障悶 肚痛 或者觉得人有戏务力很累 这种都属于经前综合症 这种情况我们喜欢来说都有分几个阵型 例如肝屈气结 或者个人本身阴虚火黄都会有这些情况 在临床上我们必须要辨证论子才可以跟着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如果经期之前尽量少吃一些冬的东西 多吃一些暖的东西 另一方面来经期之前的一个星期 尽量用暖水袋敷一敷肚致对下的三寸位 因为那些地方都是苦科的重要粤位 都可以帮助缓解痛经 月经不调的话除了会令我们身体不舒服之外 其实如果长此下去都会影响我们的精神健康 同时会带来一些苦科疾病 因为我们月经如果来得不上顺的话 有机会令到我们会有子宫肌瘤 卵巢浪肿 甚至子宫外物二位 所以来月经之前或是来完之后 最好食用适量的中药食棉来调一调经期 另一方面就要注意 我们平时在月经之前尽量不要吃那么多食品 因为太多食品的话 加工食品会令到我们容易上火 容易热气 都会令到我们痛经的情况加重 其实我们说的是女性最重要的 就是经大胎产瑜 月经 白带 生殖前后等 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一下 特别是月经主宰我们50岁以前的体质 所以经前的调养是很重要的 我们经期前通常会觉得胸口蚁满 乳房脏满 或者心情不好等等等 这些问题都可以透过食疗来改善 比如寒底的人可以试下选择 屈甘 乡库和当归等 这些药材来谷擦 因为这类型的中药会有疏肝解屈的作用 同时会有养血的功能 另一方面如果寒底的人 因为他容易阴虚火旺 在经期前比较容易有暗瘡 或者热气等等的问题 我们可以用到蜜冬 白盒 丹心等等这些药 令到我们有滋阴清热的作用 同时可以有活血 补血等等的作用 另外经期之后 因为我们去了很多血 血比较弱一些 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调养 这里有些药材 为寒底的人 因为手脚比较冷 他通常会用到抑母草 当归和红组 抑母草本身有活血通经 调经的作用 而当归有补血的作用 红组就是加强了当归补血的作用 另一方面 如果热底的人 就会用到花旗心 或者太子心 再加些甜漆 抑母草等等这些药 令到他的精血更加纯长一些 Findoc, your doctor is here